我声蝕 mic music smoking 来到《监吟毛》的节目时间 直播中有凭位在这里 而旁边找到了 Crypto Mode之后的KOL Harlem Jemmy 你好 也隔了一年 新一年第一次見到你 過去年尤其是年尾 之前和你做節目也有說起 2024年可以出現的 當時的願望 希望有這些事情發生 2024年 幣市或整個Web3的市場 就會更好 最近實現其中一樣 現貨的Bitcoin ETF 終於獲得美國證監會通過 也是由 反派的角色 SEC主席 Garry Gensler 由他正式通過 也令大家近期的憧憬 沒有落空 真的落實下來 價格上 比起去年 也升了很多 我記得我們之前做節目 好像剛剛開始 升到三萬多 來到現在 四萬多美金 正在徘徊 但比起之前 真的升了不少 上來 先回覆一下 也好 看看現在的市場 也好 由去年到現在 通過了ETF 中間這個升浪 你自己怎麼看 其實 剛剛通過了兩天的時間 這個Price impact 還未說真的 這麼見到 還有 如果你是Crypto OG 其實這個ETF 已經說了很久 2017年到現在 如果你是OG 你聽到 有ETF 其實就會覺得 你應該不會實踐的 SEC 到實踐那一刻 因為其實 很多時候已經 Price Angel 你說了這麼久 一直在唱 或者衝憬 價格 一直在炒 已經升上去 是的 因為Crypto有一個 term 就是Buy the Rumor Sell the News 即到它真的 actual approval 的時候 相反可能會 期望它的回調 因為其實 ETF這件事 不是新的 即其他國家有 包括 Europe 有 因為Europe 它的 term不是叫ETF 叫ETP 其實已經是一段時間 那它跟ETF有什麼不同 就是它的 audit 可能比較少 相對監管上來說 沒有ETF這麼嚴謹 那 我們這個 就是Europe 香港那邊 接下來 都會有一個 ETF 香港ETF 就跟美國剛剛 Approve那個 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用現貨兌換 和現金兌換 因為美國SEC Approve那個 就是用現金兌換 那就是說 OK ETF的意思 就是把Bitcoin 它股票化了 是 那就是說 你去你平時 股票那個APP 你按鈕 你就已經可以 等於你買到的Bitcoin 但是呢 美國那個呢 就說OK 如果你想 cash out的話 那我就給回USD 給回美金來 而不是給回Bitcoin 而香港那個不同呢 就是 說OK 如果你想 cash out的話 你可以選擇用HKD 或者你用Bitcoin 都可以 那其實這件事 又有少少不同 那也都是 但是有沒有說 有沒有分說 哪個好些呢 就是在於 譬如我們當然是 在這個節目 就當然是站在那個 Web3的產業的角度去看 那如果從這個角度出發的話 就說這兩種不同的 那個兌換模式 有沒有說 哪個好些呢 那如果是 就是比較 那些trader 比較lean forward 去一個現金兌換 就自然可能 比較short term 一些 或者它fundamental 就是說 真的那麼明白 Bitcoin 去做些什麼 那如果呢 他真的選擇 那個option 就是我提取一些 Bitcoin出來 那其實有不同 他提取出來 那可能 那就是很視乎 你是一個炒價 還是一個 比較相信Bitcoin的人 譬如 剛才Jeremy所說的 譬如 你只不過提了出來 但是你是保持著 購入Cold Wallet 當作是一個 信奉Bitcoin的人 當然 你一直保持這件事 其實對價格來說 都是一個正向 或者對整個產業 是一個正向的發展 但是 如果反過來 你是一個trader 是一個炒家 當然 你不會選擇 Cash out Bitcoin 始終 你也是用來做一個炒作 對你來說 最重要的就是 流通性 如果流通性 你在Bitcoin 和現金方面 做一個選擇 你應該趨向現金多些 變成兩樣不同的方法 但是 在實行上 剛才你說 香港這裡 可以讓你選擇 但是 當有得讓你選擇的時候 有得選擇 通常我們都覺得 感覺上好些 但是實際上 實行起來 又行不行呢 現階段 我們是否已經可以做到這件事 其實香港那個未正式 approve的 但是就說 現在有一個application 你可以 遞止 但是其實都是 SEC先走了 即是說 OK 這個Bitcoin Spot ETF 我OK了 踏脆那一刻 其實都是 SEC有一個 actual approval 先 至於這個price impact 可以說一說 其實我們 是玩得幣圈 都是比較看它的價格 是的 可以compare一下 其實 ETF approve了 關我什麼事 Jeremy 關我價格什麼事 我都是看錢做人 講到價格 其實可以compare 之前2004年 SEC 都是 approve了一個 黃金的ETF 當然 即是當年 黃金 現在大家都 經常會看 尤其是這一陣子 在這個息口 有變動的時候 黃金 大家看得多 其實 看看ETF 大家現在覺得 很輕鬆就買得到 原來其實 都不是一個很古老的 投資產品 原來都是追溯 二十年前 左右才有 好 沒錯 二十年前 這個黃金 ETF approve了 對比 現在今天黃金的價錢 其實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差不多 四至五倍的return 不可以 只是說 因為SEC approve了 這個ETF 價格 就這麼 bullish 其實你看看2004年 還有另外一些原因 譬如 2008年的時候 我們有個 金融危機 那些人 就會相對 會比較相信黃金 即是覺得 是一個避險的工具 這個是第二個原因 為何會黃金 計算 現在其實是五倍 第三 就是黃金 始終它的門檻 是比較高一些 你不是說 那麼容易 就說 我去買金 或者那麼容易 就可以trade 回去 那如果它有這個ETF 就更加容易 就說 市民都可以買到 這些雙等的價值 很容易可以trade 很容易去轉讓 或者這麼說 當時為什麼 這個黃金的ETF 是這麼受歡迎 因為 相信在ETF之前 不過那時候 20年前我都很小 都不是說 真的非常清楚 當時的環境 但是大家 可以很容易想像得到 那麼 在這個黃金的ETF 出現之前 那麼大家怎麼買賣黃金呢 那麼多數可能 去銀行買個實金 但是 你的實金 那個價值 和那個重量 其實是掛鉤的 那麼 其實黃金 是一個非常重的一個物質 那麼變成 那個保存 還有你那個攜帶的便利問題 都很大的一個關鍵 也都可能是因為這個 這麼現實的問題 令到黃金的流通性非常之低 當然那個價值 都一直都有一個保值 但是黃金的ETF的出現 那麼 就促進了當時 黃金上面的一些交易 還有那個 金額上面的流通量 那麼大家去炒作黃金 或者去交換黃金的時候 就不用真的拿著九金出來 又或者可能當時要去到期貨 那些級數的門檻 又或者那個費用太高了 那麼現在變了一些現貨的ETF 變了實時一些 還有就是那個門檻 入場門檻低一些 再加上又不用真的拿著九金 到處去走 那麼這個就變了其中一個 在那個機制上面刺激了那個價格 那麼再加上剛才Jimmy所說的一些 當時經濟環境的配合 那麼譬如2008年的一個金融海嘯 那麼大家當時真的很難再相信一些資產的時候 那麼就回去一些傳統一些的避險工具上面 好了 但是將這個東西 我們塞進去今時今日Bitcoin那裡 Bitcoin有什麼相似的地方呢 我自己覺得同樣 流通性是一個問題 因為說真的 就算我們這個節目說了那麼久 不要說我們的節目 整個Bitcoin又沒有到有 現在可能過了幾年的時間 但是說真的 有Cold Wallet的人有多少個 又或者真的認知到這件事的人有多少呢 依然都屬於少數 變了流通性就成為了一個 都挺大的一個問題 好了 現在那個ETF批了 除了那個流通性上面 叫做真的 谷大了那個膠頭 可能 但是還有些什麼可以叫做 再在這一方面 利好到Bitcoin的那個價格呢 剛剛Kelvin有一個很好的 summary 就是Bitcoin的門檻 都是相對比較高一點的 如果跟我媽媽說 叫她去Binance開個戶口 不單是金錢上的門檻 就是有少少知識上的門檻 對 對 跟黃金剛剛說有這個ETF的情況差不多 就把這個門檻調低了很多 這是其一 為什麼我會覺得之後Bitcoin會是超級 bullish 特別是長期 可能只是短期距離 還有一些缺乏 還有一些回調的跡象 但是短期距離我覺得我非常喜好 第二原因 比起黃金 黃金的收升了大概五倍 但是其實在蜘蛫市 蜘蛫市 蜘蛫市地的行業 就是說五倍不是雜難的事情 而且黄金过了20年才升5倍的时候 我自己个人认为 Bitcoin过了20年应该不会只是升5倍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 给大家一些数字 ETF昨天通过了 它初略估计第一天的trading volume 即它的inflation已经有4.5B的美金 而Bitcoin的marketcap 其实只有900B 其实它的ratio也算是大 只是一天的trading volume 已经是这么大的数字 金额上已经是这么夸张 为什么我们要看marketcap 就是因为一个水池和一个水杯 我们一滴水下去 一个水池 就可能没什么反应 但如果我一滴一滴水 在水杯上 就可能已经很有涟漪了 这个也能够用到Bitcoin 为什么我会相信 如果升的话 长期二十年后 我觉得不只会是黄金 5x 再第三个原因 就是Bitcoin有一个halving Halving就是 4月会减半 4月会出现 就是在供应上 就减少了 是的 没错 就是所有的抗工的reward 就会被逼减一半 大概每隔四年 就会有这个现象 每次减半就很有趣 它不会一减半之后 就立刻板板升 它可能会等大半年 才会有一个pump effect 大半年后 就会有一个差不多接近 一个新的all time high 你计算回 2024年尾到2025年头 就会很大机会 看到一个新的all time high 是超过69,000 这个数字 但通常就是说 在历史上 告诉我们过去几次的减半之后 可能每一次的时间有些差距 刚才你说可能要去到大半年 但总会发生一个明显一点的 所谓牛市的出现 没错 这个就是价格方面的一个利好 我们有少少由上年到现在的一个情形 另外刚才我们说 批了这个现货比特币 就是由美国证监会那里 但刚才我也有说到一个点 就是这个主席 其实本身他一直都很不喜欢比特币 但今次突然批了 那就变成了 究竟是真是遗世所迫 还是有什么阴谋 甚至乎 其实他也不是真的那么顺滩 他的言论里也有说到 现在的经济环境 或者市场方面 是有少少事情改变了 但就算批了这个ETF 其实他也不代表我们已经认同了比特币 也算是挺嘴硬的 但你自己觉得有没有什么决定性的东西发生了 而令到他在想法或抉择上有一个改变 其实我比较偏向这个阴谋论 因为其实BlackRock 是一个 基本上是全世界最大的机构 他的投资的市场 也都是 什么都关他的事 就算去麦当劳 或者买一瓶爽身份 全部都是关他的事 很自然 甚至乎美国政府 都要听BlackRock的那支币 如果BlackRock 他那一天就说 去apply这个ETF 因为其实 现在有13个application 上个星期 total有13个application 其实另外那12个 全部NCC都是disapproved 只是BlackRock叫做第一次申请 但很多阴谋论就是 BlackRock都申请 没理由 SCC不立刻的 即是一些叫做 即是他们合作的时间 可以较久一点 可以这样说 好听一点 可以这样说 是的 没错 结果真的出来了 真的approved 但这个approval 亦都有一些 我自己认为 有一些不太好的影响 可能对交易所 有点影响 你为什么呢 因为 一个星期前 这些所谓的机构 有一个transaction fee的价格战 就是要比较便宜 就是比较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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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要比较便宜呢 就是因为想抢客 哦 就是这些东西批了之后 就预计会有很多新客出现 就想吸光它 是的 如果真的0%的手续费的时候 为什么我还要去交易所做买卖 去做Bitcoin买卖呢 其实这个打击 可能对Coinbase 是比较重大一点 是 因为Coinbase 在不同的交易所来说 排行榜 首先它最多是美国人 嗯 第二 它的transaction fee 是最高的 嗯 可能因为这样的原因 Coinbase的revenue就有所影响了 嗯 以上都是一些叫做ETF批了之后 的一些理由 又或者是那个叫做利好价格的一些现象 但是同时都要提醒大家 就是即使批了 都未必真是全面向好 始终都会有些地方 大家都需要謹慎点小心 始终都是属于一个叫做 风险相对高一点的一个资产 那好 那我们节目时间先到这里了 麻烦谢Jimmy Thank you 拜拜